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,我是老五,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台湾的新闻啊,首先呢这个新闻呢,给我的感觉真的是,让我觉得很很奇怪呀,你说说这个民进党啊,是不是要加入共产党了,卧底啊,大卧底啊,尤其是民进党的这个肖美琴呢,他是台湾的驻美代表啊,肖美琴,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个一个共产党员呢,我为什么这样说呢,大家听我慢慢聊啊,首先呢这个新闻是什么呢,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, 美国啊,捐赠台湾什么250万剂啊,莫德纳疫苗,这个新闻,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啊,什么台湾什么圆山饭店啊,打出灯光,感谢美国人,这也有一段时间了,结果今天呢,人家小美琴啊,驻美代表,觉得不够,感谢的不够,然后呢,就自己啊,做了一个影片,然后的话,传在他的那个Facebook上面,然后的话,继续感谢美国,然后总而言之吧,美国人好好啊,美国人好棒啊, 很多的朋友可能看到这儿的时候就生气了,你知道吗,就觉得妈呢,这美狗啊,美国养的狗啊,然后的话,大陆如何如何,你们不这样,然后呢,美国一怎么怎么样,你们啊,甜甜甜甜,别生气,别生气,为什么不生气,这是一个好事情,这是一个大好的事情,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大好的事情, 大家看两岸呢,这个东西啊,它没有面上那么浅,还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一句话,叫听话要听音啊,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,不要看表面的新闻,为什么,你现在你看一看这个小美琴,他到底在做什么,为什么啊,台湾或者说叫民进党,没完没了的在那儿啊,感谢美国,感谢美国,谁谁来给他送点疫苗啊,感谢,感谢, 就跟那个什么,就跟国民党骂的一样,叫乞丐,他为什么跟个乞丐一样,为什么跟一个穷算一样,然后别人稍微给点好处,感谢,感谢,大家一定要知道,他为什么要感谢,因为他想要美国人保卫他,要美国人去送死,让美国人跟大陆去打一仗,他们想要独立的时候,美国人会来,他们要拼命的挤去美国的阵营,讲到这儿的时候,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啊,那可能又生气了,狗狗狗,美国人养的狗,别生气,别生气,为什么呢,只要台湾继续的这样去逼美国,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,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,面对的什么事情呢,那就是让美国人自己去表态,他们在两岸里边,到底是持有什么样的态度,他要去表态,大家一定要知道, 联合,前两天跟大家聊的新闻,美国那个,什么那个参谋总长,这个级别的人物啊,就那个马克米利,然后的话,他在议会里边啊,接受质询的时候,是怎么样说的呢,台湾自己很强,大陆啊,如果啊,解放军啊,如果攻打台湾,会付出高昂的代价,他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,台湾自己先撑着,台湾你们自己面对这个事情,你们自己去面对大陆,台湾这边想要做的是什么呢, 美国我跟你是一起的,我们同一个阵营,同一个阵营,你要保护我呀,你看看,你给我疫苗,我感谢,感谢,大家知道了吧,一定要继续的给美国人这样,施压,让他们表态呀,对不对,让他们表态,表态到底要不要保卫台湾,就像之前我还跟大家做过一期视频,也是关于那个马克米利的, 然后马克米利不是也是接受质询的,就问他,要不要保卫台湾,我们美国要不要保卫台湾,你看一看马克米利是怎么要回的,当时给我乐疯了,要不要保卫台湾呢,哎呀,我们有能力,要不要保卫台湾,我们有能力,大家知道了吧,他不愿意去做这个表态,台湾自己去逼了, 上美琴,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呢,大陆就希望去做这种事情,为什么,大家一定要知道,为什么我们要去逼美国人去表态,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概念了啊,我们就是希望美国人去表态,他表态只有两种,两种结果,一,我们不保卫台湾,二,我们保卫台湾,这两种都有后果啊,首先跟大家讲,美国人如果表态, 我们不保卫台湾,好事啊,对不对,好事啊,为什么叫好事呢,让台湾那些成天自己啊,在幻境里面呢,在那个幻想里面呢,在那个美国人一定会来保卫我们台湾的那个幻想里边的台湾人清醒,他们清醒有什么好处啊,等统一了之后啊,就不会像之前的香港小废青,以为英国人美国人会来保护他们,啊,英国人美国人来制裁我们香港吧,来制裁香港,结果呢,经过了反修理, 经过了反送中,经过了港版的国安法之后,英国人美国人来吗,不来,不会来,那个时候香港人就看清楚了,那个时候香港人就知道英国人美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,那个时候香港人就明白了,他们英国人美国人到底是在拿香港干什么, 苹果日报为什么得倒,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解释的,香港人放弃了苹果日报,因为什么,因为香港人看清楚了,想明白了,英国人美国人只是拿香港人啊,那把香港打烂了,毁中国而已,他才不关心你什么民主,也更不会关心你们什么自由呢,明白了吧,香港人看明白之后,苹果日报,死掉了, 如果香港人支持苹果日报,每个人一个,不要买两份了,我不跟大家说这个了,买两份了,一个人买一份,苹果日报倒不了,大家知道了吧,这就是现实,要让台湾人跟香港人一样,看清楚美国人到底怎么想的, 如果美国人说了实话,因为什么呢,因为在中国的近海,中国无敌,你美国想插手都插不进来,然后的话,如果让美国人认清楚,说了这个实话吧,认了这个现实,然后的话,说我们不会来保卫台湾,台湾人就会清醒了,知道了吧,台湾人就会清醒了,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个后果,刚才跟大家说了,还会有另外一个后果,另外一个后果就是,美国人说了,我们保卫台湾,我们保卫台湾, 我们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,好事,好事,大好事,你看香港也知道,香港这个例子我就不牢举了,我就跟大家顺着这个说,如果美国说了,我们一定保卫台湾,会有什么后果,这个后果很简单呢,就像海峡中线一样,美国人自己画了条海峡中线,你们两边都不能过去,不能过去,然后的话,结果呢,大家想一想,川普,特朗普在任上的时候,天天跟你打台湾, 然后今天出一个什么台湾法,那个是那天出一个什么台湾法,好,你出这种台湾法,你破坏两岸现状,行,我大陆的飞机,解放军的飞机,没事干了,就秃一下你的海峡中线,没事干了,我就秃,我天天的秃,今天一架飞机,明天两架飞机,最多28架飞机,我天天的秃着玩,你美国怎么样,你美国那个法,那个台湾的法, 有用吗,毁的是谁的信用,毁的是美国人的信用,全世界人都看着呢,你天天啊,我们跟台湾人站在一起,如果啊,如果美国人说了,我们保卫台湾,那下一步我们就来了呀,对不对,什么下一步啊,啊,什么下一步,我就明目张胆的,去台湾岛的领空, 我天天的飞,我看台湾的飞机敢上了吗,你敢动手一下,试试看,你敢动手,试试看,你敢碰一下大陆的飞机,试试看,民进党啊,好不容易,817啊,多大的一个数,817万票,选上去的啊,正想刚选上去啊,跟着民进党混吃混喝的啊,这帮政治人物啊,天天的靠着啊,台湾人交的税钱啊,养着的政治人物, 你看看他们那口饭还吃得下去吗,蔡英文,流亡啊,是不是啊,流亡还不见得能流得出去啊,我看一看,蔡英文敢动手吗,到那个时候,我天天的飞台湾的领空,我看你怎么办,你美国不是啊,我跟美国人站在,我跟台湾人站在一起,我跟啊,我那个什么,保卫台湾,保卫啊,我看看你保卫啊,对不对,尤其是那句话,大家一定要认出,认清楚现实,那就是在中国的近海, 中国无敌,你美国人来了没用,要不然你就来一下试试看,对不对,让全世界,这个时候正好让全世界看一看,你美国人来到了中国的近海,想要跟中国打仗,如果你美国人打败了,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,大家知道了吧,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,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, 要逼美国人摊牌,一定要逼他表态,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,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,台湾是大陆手里的一张牌,他是啊,是没错啊,是美国人手里的一张牌,他同样也是大陆手里的一张牌,为什么原因也是这个,我就用台湾逼你表态,你看你怎么说,你保不保卫台湾吧, 尤其是像肖美琴,这跟入了党一样,自己主动的去逼美国人表态,你看美国人我感谢你,感谢你给我的疫苗,我跟你是一起的,我们同一个阵营,我们民主自由,你去逼美国人表态,美国就会面对这种压力,肖美琴闹的事越大,这种新闻越大,美国就会面对这种压力,面对什么压力,就会有记者问了,哎呀,台湾跟我们那么乖,你看看台湾就跟个咕得道个一样,然后的话, 你看我们给他口吃的,他就冲我们伸舌头,腰尾巴,多棒啊,对不对,我们要不要保卫台湾,尤其是美国现在成天宣传,中国坏,中国坏,中国好坏坏,共产国家好坏坏,你如此宣传的一个情况底下,那肯定就会有人问啊,不管是议员,那不管是记者,哎呀,我们保不保卫台湾,就像之前那个马克米尼在议会里面接受质询,就回答这个问题啊,我们保不保卫台湾,一回问,两回问,三回问, 这个潘多拉磨合就会被打开了,只要这个问题进入到了美国人的脑子里面,他就要寻求答案,寻求答案,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,是,啊,我们美国保卫台湾呢,还是,啊,我们美国不保卫台湾,两条路让美国选,哪一条路有利于他,哪一条路都不有利于他,大家一定要知道啊, 虽然说啊,跟大家聊这些东西,跟国际政治啊,国际外交相关的一些事情啊,看起来啊,然后的话啊,到处都是一些算是孙子兵法,但是的话,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前提,这些小招没用,外交上这些小招真没用,永远外交的基础是你的国家的实力啊,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的一样,中国大陆跟台湾啊,两方的对比,中国大陆一直在往上升, 我们越来越好,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,所以才保证了我们的外交可以玩这种手段,不管你美国做任何一个选择,你美国都是错的,不管你台湾想要怎么样折腾,你折腾不出,折腾不出圈,原因是什么,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足够强,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,在中国的近海,无敌,为什么无敌? 好好想想吧,不是我们国力够强,不是因为我们低着头啊,然后的话,天天啊,吃着苦,努力的发展自己,不管是军事上的,科技上的,经济上的,民生上的,我们努力的发展自己,让自己变得足够强了,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基础? 你是一个弱国,想想当年吧,想想当年吧,抗美援朝的时候,在朝鲜打一仗,美国的第七舰队啊,台湾海峡一停,想想当年吧,然后的话,大陆够弱的时候,美国人给着台湾飞机,给着台湾响尾蛇导弹,60年代,跑到50年代,60年代,跑到福建,跑到浙江,跑到江苏,江西, 然后去打空战,还击落解放军的,击破解放军的战机,然后60年代,一直到90年代,台湾的飞机,侦察机,在大陆的沿海,来回的飞,早些年飞北京啊,早些年飞,飞内蒙啊,到了后来90年代的时候,只能飞啊,大陆的沿海了,浙江啊,江西啊,然后的话,广东啊,这些省份,福建啊,飞这些省份,90年代啊,96年,96年,台湾,海峡危机, 然后的话,那个时候啊,大陆只是要做个演习啊,美国的航母就来了呀,大陆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,大家一定要知道,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的国力在支撑的,谁让我们的国力变得越来越好,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想,谁让我们的国力变得越来越好,大家知道了吧,这些事情好不好玩,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好玩,但是所有这些问题,背后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,好吧, 今天这一期我就不多说了啊,谢谢大家收看,再见 再见